我们进到单元三 我们要根据刚刚讲的特性的部分 谈到沉淀的分离 与阳离子的分离 因为沉淀的反应 其实最重要是要进行阳离子的检验跟分离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单元三的学习重点 第一个先去厘清 什么是沉淀的定义 第二个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有哪些会发生沉淀 以及不发生沉淀 也就是常见的沉淀表 第三个则是去厘清 哪一些沉淀是有颜色的 而且哪些颜色是比较特殊的 最后是我们要学会一个 类似像程序性的解题 我们用怎么样用双向细目表 记录沉淀的实验结果 再来就是如何利用双向细目表 去制作流程图 并以流程图规划 记录氧离子整个分离 以及沉淀的一些过程 最后我们也希望做一个范例的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沉淀反应的定义 同学一定要记住 定义是两种云相的容易混合之后发生的反应 其中产生一种南溶于水的沉淀 这种南溶于水的沉淀 我们就称之为叫沉淀反应 曾经有同学问我 老师我把氧化钙跟二氧化碳混合 然后它把它变成碳酸钙 那这样子算不算沉淀 因为碳酸钙也是固体 我说这类反应的话比较像是结合反应 也算是酸碱中和 因为氧化钙是碱 二氧化碳是酸 也算是酸碱中和 但是它不符合我们原先认为沉淀的定义 因为沉淀是云相的容易 混合后产生南溶于水的眼泪沉淀 这才叫沉淀 所以当你是一个两个是固体或两个是气体 产生一个固体 并不符合沉淀反应的定义 请同学一定要厘清 是两杯容易互相混合 产生一个南溶于水的眼泪的沉淀 才叫沉淀反应 在这类型反应里面 阴阳离子结合出的产物 在水溶液中溶解度很小 我们称为南溶于水的眼泪 才叫沉淀 同学在写题目的时候 也会被这个名词所迷惘 那像有些题目讲 夏立何者是南溶于水的眼泪 大家都说南溶于水的眼泪是什么 其实这里所指称的南溶于水的眼泪 就是沉淀 所以当你背过沉淀表之后 那它对应出来题目 有可能问的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南溶于水的眼泪 所以同学这两个名词 可能要能够厘清 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就对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硝酸银跟盐酸 原来两杯都是一个澄清溶液 可溶的 当它碰在一起的时候 很快就有所谓的白色的 氯化银沉淀产生 另外一个产物则是硝酸 那我们知道 那个氯化银白色沉淀产生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沉淀反应 再次记得一下 那两个反应物 比如说是AQ AQ就是水溶液 那你的产物里面 一定要有个S 也就是沉淀 这样才称之为叫沉淀反应 常见的沉淀表里面 其实在另外一次的单元里面 已经有老师帮大家介绍 这些沉淀是怎么产生的过程 以及实验 我只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些沉淀表里面 到底哪一些是沉淀 哪一些不会是沉淀 第一件事我们要先了解 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发生沉淀 就是都不是可溶的 因离子有两个 就是硝酸根 醋酸根 氧离子则是 这边所指称的EA症 就是碱金属的氧离子 氨根 然后大部分可溶 极少部分沉淀 也就是我们在平常最常用到 或者是沉淀表里面 最常使用的 就是绿锈点 遇到亚同亚拱 银迁 亚他 然后硫酸根 则是遇到 丝背迁 各酸根 则是遇到 丝背迁 银 那流离子 氢氧根 跟大部分的酸根 则是颠倒过来的 大部分都难溶 而少部分可溶 流离子来讲 就遇到我们刚刚说的 碱金属的氧离子 氨根 还有2A族的氧离子 可溶 其他都沉 那其他的 难溶于水的沉淀 流化物来讲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流化氧 这点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常说的 我们带着银饰品 千万不要去泡温泉 为什么不要泡温泉 因为我们的银手环 或银戒指 遇到了我们在温泉中的 流化氢气体的时候 就产生了黑色的流化银沉淀 在我们的物件的表面 所以就变成 漂亮的银饰品进去 出来之后 就变成黑色的物质 那这样子就非常可惜 那这里面所牵扯到的反应 其实是流化物 跟银离子的沉淀反应 当然银饰症 可能或许不一定完全是沉淀反应 因为它是气体 不过流化银的地方 的确是黑色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谈到就是 流化物大部分的沉淀是黑色的 那待会我们提到的情况的时候 再来特别提到它的颜色的部分 氢氧根则是只有 碱金属阳离子 氨根 就是丝离子 以及贝离子 可融 其他会沉淀 像氢氧化铁 氢氧化铜 还有氢氧化铁 那都是沉淀 就酸根来讲 磷酸根 碳酸根 亚硫酸根 则是只有在 碱金属阳离子跟氨根不沉 其他东西都会沉完 像我们身体里面的结石里面 最常听到的就是碳酸钙结石 或者我们的锅垢 在煮开水的时候 锅子里面会有一些白色的锅垢 它主要的沉淀物也就是碳酸钙 然后进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 区别一下常见的沉淀颜色 大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 绝大部分沉淀是白色 因为两个无色的容易碰在一起的时候 最有可能产见的沉淀颜色就是白色 但是有少数的例外 像我刚刚提到那个 我们带银饰品去硫黄框里面 产生硫化银是黑色的 硫化铜也是黑色的 所以大部分硫化物是黑色的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硫化银 硫化银是白色的 还有我们刚刚说离子如果有颜色 它的沉淀大部分也会有颜色 像铜二症 铜二症是蓝色的 那氢氧化铜的沉淀就会是蓝白色 那三架的铁它是黄色的 那它的氢氧化铁的沉淀是黄和色 也有人说是红和色 你就记得是铁锈的颜色就可以 所以绝霸部分的沉淀你都可以猜测它是白色 那离子如果有颜色 沉淀的颜色大致上会跟它一致 那还有一个就是点化铅 点化铅 点离子的沉淀是黄色的 点化铅是黄色的 各酸根是黄色的 所以各酸背它也是黄色的 不过有个特例就是各酸 银 各酸银它是砖红色的 是比较特殊的 那这些颜色来讲 大家可以去参考教科书里面的颜色表 那有一些东西区别清楚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去讨论它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特别讲是 如何以双向细目表 记录沉淀的实验结果 今天的题目是这样子 有两种氧离子 分别是镁离子跟氢离子 分别加入了五种 跟氢离子有关的溶液 分别是氯化钠 硫酸钠 硝酸钠 硫化钠 以及氢氧化钠的溶液 但我们在想双向细目表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把 没有反应的离子写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在记录 这样的一个表格的时候 我们氧离子就写 氢离子跟氢离子 氢离子没有反应就不用写 氢离子则是分别写上 氯离子硫酸针 硝酸针 硫离子跟氢氧针 我们根据我们实验的结果 或者是刚刚的沉淀表去区别 氢离子是遇到 亚酮 亚拱 银 氢 氢 亚塌 所以在氢的部分 氢离子的部分 我们要画上圈圈 代表它发生了沉淀 可是铁二症 不会跟氯离子发生成硬 我们就打XX 所以我们就完成这样整个表 会发现氢氧根是两个都沉淀 硫二负则是铁离子 OA族 不沉淀 氢离子会沉淀 那这样的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表是非常有意义的 假设我们想要区别 铁离子跟氢离子 或者是想要把铁离子跟氢离子 做分离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加入的溶剂就是 一个让它沉淀 一个不让它沉淀 所以从这样的双向性物表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 我原来可以用哪些氢离子 去区别铁离子跟氢离子 或分离它们 答案就是 氯离子 硫酸根跟硫离子 硝酸根绝对不适合 因为两个都不发生沉淀 氢氧根也绝对不适合 因为两个都沉淀 无以区别 无以分离 所以我再提醒一次 如果我们要进行两种氧离子区别的话 我们加入的试剂 要让它一个发生沉淀 一个不发生沉淀 才能区别 那进一步我们要谈到 有的时候 题目并不像 我们想看只有两种氧离子 甚至有三种 四种 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把双向性物表 转成一个实验的流程图 去决定 我到底什么东西要先加 什么东西要后加 以及我们最后的结果要如何去表现呢 我们今天要学一个新的东西 就叫做所谓的流程图的 那这流程图 我们也是一样 这样的实验 有银 铁 链 三种氧离子容易 分别跟氢氧化钠 氯化钠 硫化钠 这三种容易去结果 我们希望把这个银 银离子 铁离子 跟链离子 三种离子 逐一区别 那我怎么加入这三种 氢氧化钠 氯化钠 跟硫化钠的容易呢 乍看之下 三种氧离子 对三种氢离子 变化好多 那我怎么去区别 所以第一件事 要学会我们刚刚说的 先用双向系目表 去区分 谁会沉淀 谁不会沉淀 这就是一个实验的沉淀表 你也可以说 是我们从刚刚的沉淀表中 去汇整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三种氧离子 加入氢氧化钠 通通汇成 颜色还不太一样 然后加了氯化钠 NACL的时候 只有氯化银的白色沉淀产生 而当我们加入化合物 硫化钠之后 三种里面只有两种发生沉淀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已经知道沉淀的结果 我到底谁先加 谁后加呢 决策点在于 一次只让一个东西发生沉淀 所以沉淀少的一定要先加 沉淀多的则要后加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这里面三个里面沉淀最少的是食盐 所以先加食盐 其次再加硫化钠 最后才加入氢氧化钠 我再提醒各位一次 沉淀少的先加 沉淀多的后加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个先加食盐 NACL 所以在这个沉淀表里面的流程图里面 就是沉淀表转成流程图的时候 我的决策是第一个先加NACL 第二个加NA2S 第三个加氢氧化钠 那根据我刚刚的沉淀表里面就得到 我第一个沉淀的是 AGCL白色沉淀 第二个则是NIS的黑色沉淀 最后才是氢氧化酶的沉淀 所以我们一个步骤先做出 双向细目标 从沉淀的多寡决定 决策点是谁要先加 谁要后加 那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它最后的解 就是分离的原则 每一次滴加一种试剂 一次只能有一种离子参加沉淀的反应 也就是先加沉淀较少的溶剂 后加沉淀比较多的溶剂 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范例练习 这是一个很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 有的时候它使用一个重要的八宝粉 就有死亡的粒子产生 经过检验之后 它有某种金属氧离子 让这个金属氧离子分别跟了 硫酸根、氯离子、氢氧根 去发生一些沉淀反应 沉淀表如这边所看到的 有些有沉淀 有些没有沉淀 所以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银离子是两个有沉淀 钠离子两个都没有沉淀 然后千离子则是都有沉淀 葛离子是一个 贝离子也只有一个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又判定这个金属最有可能是什么 看一下解答 三种因离子如果都发生沉淀的话 看圈圈最多的 那就是千离子 的确有很多中药中 它会含拱或千 造成我们的肾脏的一些病变 所以我们在使用中药粉的时候 其实要非常厘清 如果有一些疑异的时候 最好是先去送检 免得服用的重金属 而造成身体上的一些损失 尤其是对肾脏的问题 那这一节单元里面来讲 我们复习了沉淀的定义 以及沉淀的发生的沉淀表 还有沉淀的常见的颜色 最重要的我们学会了怎么把沉淀的表 转成双向性比表 去帮助我们判断 什么时候可以区分 什么时候不能够把它分离 最后利用双向性比表 再去做成一个实验过程 非常重要的流程图 把实验的决策 跟实验的过程 跟实验的结果 用个非常有效率的图表表示 就是我们这一节或这个单元里面 最希望学到一个新的技巧